签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种环境中 大气、尘埃、土壤、水源以及工业和交通方面都有签的存在 日常我们接触的化妆品、学习用品、装饰材料、印刷品、掠制玩具 以及油彩鲜艳的餐具、漆块等生活用品都会有签 某些食品如皮蛋、苹果的外皮等也含有签 一般来说,肠道吸收是签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 此外,还有呼吸及经皮肤吸收两种途径 人体中90%的签存在于骨骼中 血液和软组织中的签小于10% 其他如肝、皮、脑、肌肉中也有签的存在 和其他有益的微量元素相比 签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受到签污染的人一般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但对于孕妈妈及腹中的胎儿来说 危害可就大了 首先谈谈签对育龄妇女的影响 一、签会使妇女抑制受孕 二、造成胎膜早破 三、增加早产机会 四、影响胎儿生长发育 五、造成流产、死胎、死产以及畸形 这个孕妻呢 这个母亲她会存在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就是说在孕妻女性的签会大量的释放出来 什么原因呢 因为女同事怀孕以后 她需要孩子生长发育会很快 那么妈妈呢会有大量的钙供给孩子成长发育 同时孩子骨骼呀牙齿呀 都要快速的钙化 也需要大量的钙 那这时候一旦妈妈受到钙的量不足的时候 她就会动用她的骨钙 她骨骼里的钙 她牙齿里的钙去入血 这个时候就动用她骨铅 在骨骼里存在这个铅 因为我们的钙绝大部分在骨骼里 铅绝大部分在骨骼里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二架的 所以钙转移的时候就动用了铅转移 那么也就同时了通过胎盘通过血液 给了孩子一个铅的续肌 所以说钙的续肌是从胎儿期就开始的 那么我们作为母亲来说 给孩子钙 促进孩子生长发育 妈妈都是倾心乐意的 但是谁也不愿意把这有害物质钙 通过自己的血液给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这就提示一个孕期的妈妈 如果缺钙以后 对孩子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孕期钙污染对婴儿出生后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血清水平与三至五个月的婴儿身高 体重增长成反比 其次胎儿钙污染可能与新生儿紧张行为有关 也就是说孩子表现为一击惹 情绪不稳定 那么孕期钙污染呢 还会影响我们孩子后天的治理水平 现在我们妈妈都希望孩子不仅健康 而且希望他得比聪明 但是呢我们发现在孕期 受钙污染比较严重的胎儿 在他两岁的时候 他的智商水平就是明显落后于 在孕期受钙污染较轻的儿童 而且呢这个这个婴污染 会想孩子这个神经网络的发育 以及他后天的治理水平 既然婴污染对母体及胎儿 有如此大的危害性 孕妈妈怎样来预防呢 孕妈妈预防婴污染的方法有 一摄入优质蛋白 二 补充外体心等微量元素 三 注意环境保护 搭气里的潜污染 我们是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的 但是我们能够呢保护我们自己 首先呢我们可以多增加一些 优质蛋白的摄入 优质蛋白有什么呢 比如说像鱼 肉 蛋 奶制品 还有像大豆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 那优质蛋白呢 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细胞的 这种抵抗能力 增加机体的活力 也增加我们抵抗这些 有害物质的这种能力 再有就是铅呢 它是和钙铁心 有一个特殊的竞争性机制 就是说钙铁心进入人体越多 那么就会抑制铅的摄入 含钙的食物有 奶制品 海禅品 鱼虾 豆类及维生素D 含铁的食物有 血制品 动物肝脏 绿色蔬菜等 含鲜的食物有 海禅品 特别是窍类海禅品 及坚果类食品 绿豆 血制品 海藻类食品 有趋签的作用 此外 蔬菜 水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对于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好处 除此以外 与妈妈还要学会自身的环境保护 一般来说 应少去人多 车多的复杂环境中 尽量待在清新优美的环境中 因为室外大气密度在一米以下 是铅及尘埃最密集的地方 另外 在吃东西之前要洗手 这样也能防止铅的摄入 看报纸等读物的同时 不要吃东西 因为这时 手上很有可能沾上了有害的铅 如果吃东西 很容易使铅进入到身体中去